中心謝尚贤主任主持第二場專題演講 讓我們掌聲歡迎謝尚贤主任 今天很榮幸我有這個機會來介紹我們下一位講者 是我們西北市政府公務局的江南市主秘 他要來跟我們大家介紹新北病的發展 我想大家也在一樓有看到整個這個展覽 每一年其實新北市政府這邊其實都非常負責任的 跟大家報告整個病的這個推展的這個過程 整個台灣的這個病的發展 我們在看因為新北市從高副市長那個時候 這個運修中心開始推動這個BIM 然後讓這個BIM的推動的這些同胞的這個不同的這些形式 還有不同的廠商的這些組合 慢慢的我們自己台灣走出了一條我們自己BIM的發展的這個道路 那我這一陣子在國外跟一些在看國外的一些BIM的發展 其實我必須說我們蠻自豪的我們在國內的BIM的發展 其實跟世界一些主要的國家其實並沒有差很多 而且我們有些地方做的還相當比人家做的還更細膩 那我想我就不再多說 我想我們是不是就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江主秘 謝謝主任 那其實今天來講這個議題其實兩年前在同一個場地 其實我那個時候也大概很簡略的談過就是我們整個新北市政府公務局在推動BIM這件事情的整個推動的策略 那今天我一開始我一定要先用這張圖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其實這幾年大家可以發現其實就像謝主任講的 畢竟就像一頭很大的大象 其實這個工具其實大家都在摸索說這工具到底可以幹嘛 那其實你的目的不同 其實它拿來使用的狀況就會不一樣 所以最早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高富市長還在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就非常的大力去推 那後來我們到這裡其實還是希望我們在公共工程的 除了公共工程的領域去大力推動整個BIM的發展之外 也一直希望因為我們公務局其實除了公共工程的推動之外還有建管單位 所以一直希望BIM的這個工具趕快進到我們建築管理的領域 來去讓這個事情可以讓更多我們這個產官學界可以受惠更多 所以從一開始其實最早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在談的是 漏的一百兩百三百四百到底要什麼 大家都在談這個其實後來發現 談這個好像有一點離題了 就是你談這個事情其實還是沒有沒有碰到那個核心 就是我們到底要拿來幹嘛 所以後來我們的新工處在在推動公共工工程的過程中 開始進到整個設計跟施工的階段去討論怎麼樣用BIM的這個工具去讓整個工程的推動更順利 時程更好掌握然後成本更容易掌握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大家就在談 就是我們最基本想到的BIM這個工具可以做到的地方 那其實新工處也非常厲害 就是在這個部分其實領先很多單位去跟我們的廠商 大家來去討論這件事情怎麼樣可以達到它的目的 那後來當然更特別的是我們的工程科 這個玉順我們現在是建築師了 以前是我們的玉順股長 他開始把BIM這個工具去納到我們的建管體系 開始去想怎麼樣透過這個工具來去做法規的檢測 因為法規這件事情其實在建管單位常常都被罵 因為同一條法條寫了可能只有十個字 可是十個建築師看到有十一種解釋 這個是很要命的事情 所以後來開始就把怎麼樣透過BIM這個工具去自動化檢測 去達到這樣子的功能 那我們也做成了 然後也讓很多我們自己的運修中心 開始去測試這樣子的功能 是不是能夠真的達到這樣的目的 所以在設計的這個階段 我們開始已經進到了整個 是不是可以自動化審查這件事 可是慢慢的這頭大象越摸越 大家發現怎麼好像這個工具的功能實在蠻龐大 就像剛才謝主任講的 它可以幫我們處理的事情很多 所以其實我今天就是要從一個城市治理者的角度來看 這個工具到底我們這幾年怎麼來推動這件事情 其實高富在三四年前把交付這個任務之後 其實我們開始整個公務局大概兩個禮拜就開一次會 一直持續從來也沒有特別停過 就一直開每兩個禮拜就開 然後開這個會的時候其實不是只有你們想像的幾個跟工程有關的單位 這包含我們的養工 包含我們的工程科 甚至拆除大隊大家都一起在開這個會 去思考 在這個會裡面去思考 到底這個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的城市治理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開始後來慢慢摸了之後就發現 也許這個大象大到一個程度 我們不如去真的了解它實質一一背後 到底能夠幫我們做什麼 老實講的 我在主持這個會的時候 每兩個禮拜開一次其實 我真的覺得有一些同仁 他真的坐在那邊 他覺得 這告訴我什麼關係 我真的會覺得有一些同仁 其實那個 他已經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跟 跟BIM這件事情有關係 可是我等一下可以讓大家看 就是在這個治理的過程中 其實慢慢發現 包括我們的養工處 也發展出他自己的一個新的想法 所以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其實從最早 其實在施工階段的時候 我們新工處先 就我們的公共工程 開始去進到施工的模擬 就是剛才謝主任講的 是不是可以Rehearsal這些事情 去讓整個我們的工程進行 可以在最前端的時候 就先做一個排演 讓整個工程在後續推動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整合的過程中 可能有什麼事情要排除 其實在這個施工階段的應用 就先去做 然後包含空間的檢討 視覺的模擬等等 可是我們公務局其實 這幾年 不是只想這件事 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建管單位 我們也開始去思考這件事情 該怎麼做 所以剛剛其實 謝主任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BIM 那個M應該不是Modeling 應該是Management 所以我們這幾年 其實在想的是 怎麼樣透過這個工具 去管理資訊 讓這個資訊 真的變成對程式治理來說 是有用的 而不是只是讓它 著重在整個工程的過程中 所以在施工設計的階段 我們開始進到法規的檢測 不過我得老實說 法規檢測這件事 不是我單方面 工程就是 我工部門去推動 其實大家就會 願意參與的 這個是其實 我必須老實說 這個是我們目前 遇到一個很大的瓶頸 就是我們現在有這樣的工具 其實建築師 或者這個業界 願不願意參與我們這樣的試驗 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可是其實有 其實老實講 有幾個建築師 其實他非常樂中 在參與我們這一塊 所以之前其實有幾個案子 用全病的方式 來去跟我們 申請執照 可是老實講 我自己覺得有點對不起 這些建築師 因為在過程中 其實發現 審照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一個問題要解決 它可能還有流程的問題要被解決 還有對大家對審查這件事情的觀念 也要調整 所以開始就發現這個案子出現的狀況 不在這個工具本身 在於我們過去建管流程裡面 或者是建築管理的審查觀念裡面 是不是有哪些東西應該要被突破被改善 所以開始去要求我們的建管單位 是不是可以調整一下我們的想法跟我們的流程 那再來到竣工的時候 其實等一下我會介紹 就是圍管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這一年多以來 跨出非常大而且很重要的一步 即使是我們這棟四五大樓 其實也都朝向這一步在走 那最後當然就是我們也在思考 怎麼樣在竣工階段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些竣工交付的準則 除了讓我們的公共建設 可以達到後面唯一管理的需要之外 同時民間的工程也可以變成是一個 鼓勵大家繳交並模型的一個做法 等一下我會一起來介紹 這個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建管的這一塊 從一開始我們的自動化審查走在最前面 可是走完之後我們發現 欸不對喔 就建管體系而言 資訊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整個建管體系 非常弱的一個弱項 就是即使營建署 有一個建管資訊系統 可是這個建管資訊系統裡面的資訊 這邊沒有營建署的長官 都是垃圾 這個資訊系統裡面都是垃圾資訊 你去問我們的使用科 去問我們的工藝科 去問我們的菜竹隊 你會發現前端留下來的這些資訊 他們完全無用 這個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你不需要繳交模型 你不然繳交這些審查的書跟審查圖 其實你會發現它全部都不是一個可用的資訊 所以這幾年我們發現 如果著重在要大家繳交模型這件事情 似乎對整個民間業者來說 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重點 所以我們開始去針對 到底這個建築物的資訊 應該怎麼樣去統整的這件事情 去做思考 所以開始有了一個計畫 就是把我們建管資訊 這個系統如何整合的這件事情 去在我們新北市開始去做整合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推動到目前為止 包含我們建造段 包含施工段 一直到使用管理段 現在已經透過整個大數據的那個渠道的串連 讓我們所有不同的系統跟建築資訊有關的東西 都不是把它丟到同一個一個池子裡面 而是讓渠道打通之後 大家可以透過一個搜尋的引擎 去找到某一個執照號碼或者是某一個柱子 可以去收到每一個資料庫該有的這棟建築物的資訊 所以這個其實是第一步 我們希望先透過這樣做 讓整個建築物的資訊是對的 可是其實包含不是只有病是大象 其實我們整個政府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動物 我不曉得什麼動物 就是你要怎麼用鞭子在後面打它 其實這個政府這個機器其實也都不太容易動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雖然我們自己把我們建管單位收起來的資訊 都兜起來了 可是這個政府有太多的其他的資訊 我舉個例子 像門牌 我們一開始在可能在民國70年申請的執照 當時申請的門牌可能是某某門牌 可是後來慢慢整編慢慢分戶慢慢弄 你如果沒有跟門牌系統整併在一起 你現在的門牌號碼收到的不會是以前的執照列 這個也是一個要命的事情 通人說渠道打通啊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搜尋的還是不對的資訊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去思考 怎麼樣透過這個資訊的管理的方式 轉化成不是去管理模型 而是去讓這件事情引進到整個城市安全的管理 所以建管 其實建管作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城市安全的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件管理的事情下面 我們開始去透過這樣的資訊的收集 希望讓這件事情可以做到更到位 所以開始統合建管資訊的這件事情 我們除了整合自己的之外 包含消防 包含護震 包含地震 我們開始就跟這些單位去聯繫 然後包含營建署的升降機 這些資訊是不是能夠統整 然後讓整個資訊 讓我們做城市安全管理的時候更到位 這個是我們現在這幾年一直在推動的事情 除了我剛才講的建管單位的這一塊 其實整個定的應用 除了大的scale 其實還回到小的scale 就是回到這個建築物裡面 智慧建築的這件事情 怎麼透過這個過程 並的推動 讓它可以 讓兩個東西可以match在一起 所以我們開始去想說 所以我們開始去想說 似乎維運管理好像才是 並這個功能可以做到更強大功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以往都在看 建築物的全生命周期其實 設計跟施工階段 其實在前端那個佔的比例非常小 重點其實是在後面 維運管理的這一塊 所以剛才謝主任提了 就是整個它能夠產生的效益 其實很重要的是在維管這一塊 我記得這個事情最早最早的起源 是有一次啊 這個玉順鼓掌應該是深受其害的第一位 因為有一次開會 我們就說 新建的建築物我們一直在討論病這件事 那既有的建築物 是不是大家想一下 病這件事情跟既有的建築物可以怎麼弄 講完之後 我看到他們其實同仁點都有點苦啊 就是 好像覺得 就中你在講什麼 就是這病這件事情 不是就是 從設計的時候去建模型 然後去檢討這些事情嗎 你怎麼會去跟我討論 市府大樓的既有建築物 而且局長也跟他們講說 沒錢耶 所以你們同仁 既然你們學病這麼久 啊乾脆自己畫 我記得維順鼓掌每次都在後面會說 這個在外面在發包 要幾百萬耶 我自己同仁在那邊畫 可是 其實同仁很厲害 後來包含 他的構造跟他的主要設備 真的都自己徒手幾個通人 就把他建起來 其實更了不起的不是 我今天要稱讚一下我們其他的單位 其實不是工程科 工程科 點了火他就落跑了 更厲害的其實是我們的秘書處 因為秘書處其實 在我們跟他們在建這個模型的過程中 其實大家就一直在溝通 因為秘書處其實他自己是使用單位 所以他自己對於維運管理這件事情的反省 他非常清楚 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夠 就是比較智慧化的去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跟他溝通這個的時候 他也非常樂意 也花了很多時間跟我們在溝通 怎麼樣透過建這個模型 讓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後來 秘書處接了我們的模型之後 也接到中央的補助款 我記得好像一千多萬吧 就開始去建置這一棟大樓的 維運管理系統 這個維運管理系統 應該已經建置完成了 應該會在十月底會去發表 它包含能源的控管 能源的分析 然後包含我們所有這棟市府大樓裡面 每一個樓層的便利的使用 包含空調的使用 包含電梯的控制副長 他全部都在這個系統裡面去做管理 所以他們其實自己後來 像昨天開幕的時候 秘書處的副組長也來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想說 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讓他們後續去做維護管理的時候 可以達到可視化跟智慧化的一些發展 那這就要回到新的 我們的新公處其實後來 也就在這樣的經驗之下 也深受其害 因為有一次我們到了台積電去參觀 有一次就聯繫好之後到台積電去 那台積電後來 他其實整個台積電的應用狀況 我在這裡先不談 可是每個同仁進去出來之後發現 哇這個事情真的可以這樣子玩 所以新公處回來之後開始去思考 那我自己蓋的時候 因為其實之前的運修中心 在高負要求的過程中 其實大家一開始都有見那個模型 在前端其實都有 那時候大家還在討論 這個模型就交給後面的維運單位 讓他去好好用 結果後來發現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第一個後端的人 他拿到這個模型他也不會好好當 然後這個模型其實 目前有的資訊對他的維護管理 好像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每次局長問說 你們這個交給那個某某體育處 交給某某外包單位 他們有沒有好好用 同仁只能說好像有 就好像有 那其實真的 我們自己每個每兩個禮拜在開會 其實就知道 根本沒有 所以去台積電回來之後 大家發現原來可以考慎的是這個點 所以新公處開始針對他們 因為他們年底蓋好一棟樹林藝文中心 自己要搬過去 所以他們就自己去思考 那以後可能得管這棟大樓 所以他就開始把市府大樓的這樣子的想法 在直接在建造的過程中 跟營建的過程中 就把這件事情放到他推動整個工程案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現在其實 除了一開始的病模型建立之外 現在也針對後面的維運管理 是不是可以透過一個維護管理的系統 智慧化的管理 可思化的管理 甚至是雲端化的管理 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也是 我相信下午應該有幾個場次 會去提我們西北市政府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從既有的到新建的 其實我們開始去想 然後也意識到這件事情 真的能 其實就是印證剛剛謝主任講的 後端的維運管理 應該可以去做到非常好的一個功用 那也在這件事情之下 我們跨出了另外一步 就是 那既然要作為後續的維護管理的需要 那其實不是一開始大家繳的那個模型 一開始繳的那個模型 是為了設計的檢討 是為了施工的檢討 你把它拿來做維運管理 那個是無用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找了專家學者 跟我們真的要自己維運管理的單位 大家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去檢討說 那到底到竣工階段的時候 應該要求廠商交付的模型是什麼 所以我們訂定出了一個竣工模型的交付準則 其實這個是針對公共工程 就是我們希望後面未來 因為公共工程帶出來的東西其實是公家自己管 所以我們也希望市府大樓的經驗 我們樹林議員中心的經驗 未來可以同樣印證到其他我們市府單位要維管的人 他也可以同樣透過這個方式去做管理 所以我們訂定了一個竣工模型的交付準則 也希望未來所有的公共工程都能夠在這個準則下去繳交一個有用的資訊模型 來去讓後面的維護管理單位確實的應用 最後當然我們是希望把單一建築物的維護管理的需要跟他的病的應用 同時結合我們整個城市這個城市尺度 管理這個尺度應該要用哪一些資訊 然後應該要要求所有的建築物的設計師 他應該要提出什麼樣的模型來讓我作為城市管理的需要的這件事情 開始我們醞釀 這件事情應該要被想像 所以我們的工程科就在推動病的這件事情 前一陣子我也跟他們在討論說 我們公共工程的軍工交付模型已經訂出來了 那其實如果要推廣這個業者的使用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應該是去討論 大家不要去要求建築師去建前端的那些模型 因為這個就像剛才謝主任講的 就是他真的對他有用他就自然會做 可是如果是在竣工時候申請使用執照 或者是未來因為我我城市管理需要的資訊的時候 其實我就要要求你做 不是你說你不做就能不做 可是同樣的我也會去訂定一個準則說 你其實只要做這些給我就行了 那訂了這些其實你腳腳怪的模型 可能就不再是基電不再是什麼 而是主要的構造主要的設備 或者甚至是一些這些空間資訊的東西在裡面 讓我後面的使用管理科在做建築物的公共安全管理的時候 他能夠受惠 我的公寓科在做空間使用或者是這些公寓大廈服務的時候 他能夠受惠 或者甚至是我們的消防隊 他需要去滅火需要去打火 或者是他整個生命週期他需要的資訊 我們必須都能夠在這個竣工階段去繳一個對的模型 讓我所有的政府機關在做城市治理的時候 都能夠用得到 那這個時候政府就必須要求 我們的廠商必須交付這樣的東西給我們 那也許這是下一步我們會努力去做的事情 那立基當然就是在整個城市的智慧化管理 那同樣的就像我剛才講的 其實消防局 城鄉局 林鄭局 這些資訊跟模型無關 可是這些資訊都是我們對這個城市管理真的需要的東西 最後其實老實講 真的覺得那個新北市政府公務局其實還是蠻了不起的 然後幾次的開會大家一直在那邊開 尤其是一開始很痛苦的養工處 他就這樣子陪我做了一年 每次問他們 他們就 這個 好像跟流鼎他們好像碰不上關係 他們就是一直就是管路的 他怎麼會去碰這件事情呢 所以前一年吧 開會的時候其實養工處的通常 我看到有點痛苦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 好 我們試試 然後就開始一開始從喬 喬去思考怎麼用BIM這件事情 所以就開始說 他不然你心空處你蓋橋的時候 就用BIM檢討一下 然後交給我 我後面可以做我一管 他就開始去想這件事情 後來他發現 被我逼著逼著好像 沒做什麼好像還不太對 就開始就想說 他們也很厲害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跟營電署有去配合3D管線資料庫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他們原先就有一個地下管線資料庫的一個推動的一個做法跟一個策略 結果他們就提了一個叫做RIM 就是把B把它去掉 他說 你們BIM都沒用 我們用我們的RIM 就是 他的道路的管理的這件事情 所以 也沒用到市府的錢 我覺得這比較厲害 就是跟中央營建所 就去爭取到人一筆經費 然後開始用BIM的這個技術的精神 跟他的概念去應用在整個道路維護管理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開始去想說 那如果這樣做 是不是我可以透過透地雷達 或者是透過空拍的這些技術 去讓這個程式 除了本來我們都講說 其實原先的建管單位或者是BIM在推動的是在百地裡面 就是百地以外的好像就 就 就不是能夠推動的範圍 可是他們慢慢的 養工處把這個觀念 帶到整個道路的系統 就變成整個城市的推動 其實都繞著這個資訊模型的概念下去走 所以 其實養工處今天應該有一些夥伴也有來 那其實我得非常感謝他們這 大概這兩三年來 就是陪我這樣無怨無悔這樣 即使沒事他也坐在那邊聽聽別人在幹嘛 然後去想想他的業務能夠怎麼做 所以到現在其實去 今年 今年我們公務局也把整個 GIS的圖台也已經購置也已經建置了 那我們也在思考 怎麼樣透過這個圖台 跟我們整個目前發展的這一個大的體系 怎麼讓城市的管理的這件事情 會更聰明 會更有效 所以其實這個就 回到 其實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就是局長有一次就跟我講 高復一直在說這個 病是不是可以 可以再推的更廣更深一點 就一直在問說這件事情怎麼處理 後來我記得高復也要求了 我們必須要成立小組去開會 那其實我剛才那個兩個禮拜開一次那個會 就是被高復逼出來的 所以到現在其實這個會還是 大家持續的在開 持續的在 在腦力激盪 希望能夠讓這個工具 落實到 我們公務局的每一個層面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讓整個產官學 其實大家一起來思考 這件事情 能夠怎麼樣的 繼續推動下去 讓整個我們的城市治理 能夠更聰明更好 那 最後這個答案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這些 可是是不是能做到 其實還是要 我們的夥伴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還有 包含健言所 包含台大病中心 大家其實給我們一些支持 跟資源 那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整個 發展的進程 從整個工程的檢討 法規的檢測 然後分了兩支 一個就是工程的資訊 一個就是建管的資訊 開始進到最後是PIMRM跟GIS的整合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整個新北市政府這幾年 在推動這件事情 就是不設限的去 思考怎麼做這件事情 的一個時間走 那當然希望 後面我們智慧城市的這條路 可以走得更順更好 那今天時間也剛好 那我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其實我比較像暖場的啦 其實剛才 謝謝紫恩講的比我精彩很多 那我今天這個滿場完之後 後面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就會在每個講題裡面 有更深入的說明 好那就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